再來的話呢,就是訂單編號 剛剛那個訂單編號在A欄 這個編號我們剛好提到了 它的規則一定是 它的 交易日期 而且只要是那個 西元年跟 月份 中間一樣加一槓 另外的話呢 我們 這個什麼,再補一個流水號一槓 怎麼做? 其實當然第一個,我們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儲存格式,在交易日期上面按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其實是有個制定 制定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如果是一的話是民國年 可是如果你假設把它改成YYY的話 它會變成西元年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西元年的話,其實就是四個Y 然後中間加一槓Fm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日的話就不要滴滴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把這個規則用在哪裡? 用在text裡面 也就是說儲存格式 這個制定裡面其實 用的公式跟text裡面要的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規則先記一下 那待會可以用 那流水號的把它串在中間 如果說我要用text函數的話 第一個,儲標先放在A2 插入函數 找到 文字類裡面的TXT Test T開頭的 在這邊 Test 第二個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 兩個問題 第一個,你的value value就是你的資料 當然我們要先 給一個 什麼呢 交易日期 但交易日期過來的話呢 它會是一個數字 就是跟190年1月1號相差幾天 差這麼多天 可是你說這漲得我完全看不懂 怎麼辦 主要是格式化 所以你在格式先打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那輸入什麼呢? 記得輸入4Y1234 然後1-MM 有沒有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格式 那你說那個格式跟這個格式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那個格式是看到的 那這個地方Test是真的幫你轉換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 它會把一個日期 放進來轉換成這樣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看到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所以 年 西元年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一槓 一個減號 然後再加一個月 不用日 那後面還要再加一槓流水號 所以呢 在後面 我們就是在怎麼樣 再加上一個AND 再串接一下 換一下麥克風 沒電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就AND AND就串什麼 我要串這個 流水號 可是流水號它題目有講說 要把它串在 這個後面 並且要加上什麼 加上一槓 有沒有一個減號 所以呢我們先加一個減號 所以AND一個減號 那當然你打勾的話一定會是 像這樣2012 的月份一個減號 那後面的話再AND AND什麼呢 再加上這個流水號 打個勾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結果就出來了 向下填滿 答案 答案就 應該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2012 一槓 01 一槓 0 3 4 結果又不一樣 結果一樣 OK 但是呢 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這樣做 看到雖然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去考試 這個地方沒有分數 這個地方沒有分數 零分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 地方特別跟各位講 底下有沒有 他剛剛有特別講就是說 你底下 有沒有看到這一句話 若涉及到公司的撰寫 一定使用範圍名稱 那我們看看有沒有用範圍名稱 沒有 哪個地方沒有用到範圍名稱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用到哪一欄呢 這個交易日期對不對 我直接用第2 抓過來 然後這邊有個 B2 那你說這樣 老師沒問題呀 可是問題 他有嚴格要求 你一定要用範圍名稱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用第2 那你說老師用什麼呢 先Delete掉 你必須用上面的這個名稱叫交易日期 OK 特別注意 一定要交易日期 然後按F3 跳一個交易日 這個清單 有沒有交易日期 有沒有看 交易日 交易 我剛剛刪錯了 剛剛應該是 刪交易金額 結果刪到交易日期 這樣子 所以啦 如果沒刪錯的話 應該有個交易日期 你記得用那個交易日期 我把它補一下 怎麼補 沒關係 直接 先取消一下 一樣 選第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選擇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這個交易日期就補上 交易日期 交易金額刪掉 我剛剛可能是刪錯了 這樣就OK了 那一樣喔 切回來 把這個第2 Delete掉 按F3 記得喔 按F3 它就會跳一個什麼 跳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剛剛在 民生管理員裡面的東西 跳出來 那請你選什麼 交易日期 這樣就OK了 所以也就是 不能指到 這個儲存格 要指到這個範圍 那一樣喔 B2的話 Delete掉 按F3 那B2是什麼 流水號 所以找流水號 OK 打個勾 出現異位 越過錯誤呢 不行 這個 這個結果是對的 異位應該是 我看一下會不會是 OK那理論上 就是要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名稱 把它 原來是儲存格式 儲存位置 記得要把它改成名稱 我再check一下 看哪個地方有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出錯 主要是那個 舊版 以前的2016 以前的版本 其實這樣OK 但是新版的話呢 它 做了一些變革 就是說因為 我們現在如果抓的話 以這個公司來看 應該指的就是 交易的日期 那交易日期指的是哪一個呢 指的是這個範圍 那一個範圍 整個塞到這邊來的話 那顯然不合理啊 因為塞 我只要哪一個呢 只要這個範圍 裡面的這個 第二儲存格 但是我這邊的敘述 是說全部 那當然 以前舊版的 那個公司 它會自己抓到 你相對同一列的資料過來 也就是它只會抓一個 它並不會出現像剛剛意味 那意味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這個地方只能放一個資料 可是你卻 放了一個以上的資料 叫意味 所以 新的版本要怎麼處理呢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假設用的是 Excel 2016以後的版本 變成說你必須要在這個公式 的名稱前面加一個小老鼠符號 這個要加一個小老鼠符號 加一個Excel Excel的話 有點用意 就是Excel 我在目前的這一列的位置 OK 不過特別注意如果你是用舊版的話 2016以前的版本不需要 但是新的版本 就會需要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發現這個OK了 這個往上填滿 往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那不過剛剛我又發現了一個地方 其實可以再 讓他 更好 就是說這個地方 m的一個減號 其實我後來發現我乾脆把這個減號放在這裡面不就好了 有沒有 mm- 那這個m的減號其實就不需要了 這樣好像更簡潔嘛 OK 所以 把它改一下 yyyy一個減號 mm一個減號 後面就不用再串一個 一個減號 OK這樣子 然後把它向上填滿 剛剛漏掉 向下填滿一下 最後的 公式 就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是用新的版本 記得喔 這個前面要加 X的符號 OK 不然的話會出現那個意味 OK 那舊版沒有這個問題 我之前試過舊版的話 這個問題沒有發生 所以順便講一下 剛好有遇到這個問題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這個就OK了 這個 A跟B就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成本 所以喔 你特別注意啦 如果將來你們考2016的版本 這個小老鼠 這個是不用加的 除非說你是比較後面的版本 才要加 那 C的部分的話 成本欄位 他要用V的函數 然後去查什麼呢 查那個 產品價格表的產品 然後呢 把它的那個什麼 範圍名稱的成本 計算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成本是什麼 他意思是說 我這個成本 那我要 查的資料在哪裡 我要查的 你會發現這邊有沒有一個成本表 成本表在哪 成本表的話 是在這個品名 意思是說我要針對品名幫我 去做 查詢 所以喔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插入函數 然後找到那個 有一個函數 專門就是 查資料用很重要 叫 查閱與參照 最下面 倒數的第3個這邊也就叫 VILO函數 用這個喔 然後呢 會有 4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是你要找什麼資料 我要找這個 品名 OK 去哪邊找呢 按F3 去品名的這個 有沒有 這個表 按確定 那這個表在哪裡喔 其實你 點下面再點上面一下 他會 不是品名 更正一下 應該這個叫什麼 再按F3一下 品名 應該是產品 跟正一下 應該是產品吧 就是要跳到這個 銷售統計表這裡 然後把它 先切到下面 再切到上面 他會不會跳過 會 那表示說這個範圍 他告訴我就是這個 所以理論上 我們剛剛的這個 查的名稱 傳真紙 有沒有在這個品名裡面出現 有耶 在第幾個 在傳真紙 在這個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希望把他的成本 幫我調回來 所以他成本多少 1150 所以喔 我們如果希望把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我希望把他的第3欄資料調回來的話 那這邊記得輸入3 我要 查的是第3欄 那Range Lookup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我查不到傳真紙這個選項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呢 Range Lookup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的話輸入0 理論上是不要 因為理論上這個名稱 我們都是 一定是在那個 產品的那個表格裡面 一定有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出現那個 找不到 NASAvailable 有個緊字號錯誤出現 好 那成本就查完了 按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 OK 但是一樣 這個跟剛剛的問題 一樣的公式裡面喔 如果我們有用到哪一個 用到這個 品名有沒有 那當然我現在是指向哪裡 指向的是1 2 這個儲存格 可是他剛剛有提到 你必須用名稱 所以 按F3 把它改成什麼 品名 按確定 不過一樣會有個 新的版本 一樣會有個錯 我看看這個會不會錯 意味有沒有 怎麼辦 一樣在 這個 產品的 前面加什麼 小老鼠符號 OK 新版才需要啦 舊版就不需要了 打勾 應該就查 沒問題 那請各位 試試看吧 最後 把這個成本也給做完了 成本這個 剩下一個 成本是值了什麼 成本是 數量 乘上成本 所以呢 一樣 等於 等於 加個等號 數量的話呢 就是這個 當然以前做這樣 點他有沒有 乘上什麼 數量 乘上成本 當然你這樣做結果也是對啦 只是說 你這個 證照考試 他要你做的就不對了 他要是名稱喔 所以啦 主要是因為針對證照考試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F2 改成什麼呢 改成數量 所以要數量這個名稱 乘上 成本 所以一樣F3 把那個成本這個藍位叫出來 那因為呢 新版會有異位的問題 所以記得怎麼樣 再加上小老鼠符號 這個比較囉嗦一點 不過其實結果 對都OK啦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好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表格基本上就做完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表格